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建指中共 日本跟菲律宾将在9号召开首场2加2会谈 强化合作 中国上海风控恐影响习近平盟友李强入侵计划 美国宣布史上最大规模石油储备释放 油价大幅下跌 欧盟议会女医长前往基辅 是开战后首位欧盟领导人访问乌克兰 新闻开始先来带您关心台湾本土疫情升温 今天上午包含了基隆 新北 高雄跟花莲都确定有新增的病例 而台中婚宴群居疫情也扩大 今天又新增了11人确诊 那么针对目前个案最多的基隆群居 今天上午感染科专家黄立民医师接受访问时说了 基隆疫情还没有去年万华疫情这么严重 不过目前多个传播链都增加廉价的风险 那个还没有到万华那么严重呢 可是基隆如果它的传染链看起来好几条的话呢 这基本上你也要考虑到说基隆其实这个疫情也是进行一段时间的 我想中央目前应该第一个期望是 至少把基隆的疫情控制到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程度 那他应该也不太会期望说用一个类伏塞就可以把这个基隆清零 我想到目前这个程度呢 这么多条感染店呢 你要清零呢 我一直有要限制活动的方式了 光靠类伏塞就困难了 好 黄立民认为 现阶段如果对基隆个案较多的社区验抗体 也可以知道有多少人被感染过 并从感染百分比研判疫情持续的时间 好 目前台湾各地呢 都需要小心防范疫情 而谈到亲民连教 黄立民指出了 对疫情呢 是不利因素 疫情是否爆发 要看运气 以及民众活动时呢 是否有严格戴口罩跟勤洗手 再来关注中国上海封城 在中共官方公布的最新疫情数字中 上海跟吉林仍然是确诊大宗 那么今天凌晨三点开始呢 普希实施封控 所有民众呢 是被要求足不出户 除了必要的保障城市运行 跟供应的人员车辆之外 城区道路呢 一律是禁止人车同行的 好 另外外滩跟南京路步行街 高架道路等 今天基本上是空无一人 好 另外浦东跟浦南呢 并没有解封 而是进入了网格化管理 大部分居民呢 还是非必要不出门 而就有上海网友感叹了 浦东呢 还是没有迎来解封 果然是愚人解 好 上海风控持续 民众买菜难 有居民联系卖菜的商贩 却被城管驱赶 民众呢 非常愤怒 偷骂城管 另外防疫人员摆拍作秀的影片也曝光 哪里有配送啊 你说配送啊 一半都没见过 又拿掉了 你们这八人啊 城市 城市不知道办事有余 我告诉你 说的对 哦 是不是 对 城管 城管 玩什么东西 你家里有饭菜吃吗 有人给你们配送 是不是 老天啊 老天啊 看着了 这个虾口 这个虾口 回宝发生 三连加油呀 听到了没有 好 派完结束了啊 这很珍贵的事啊 后面的阿姨不要走路呀 好 你们看我 不要踩大 回宝发生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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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镜头转回台湾 中华经济研究院公布三月制造业PMI数据 尽管呢 还是前线扩张 但厂商对未来半年的展望 明显呢 是转向保守 学者分析了中国疫情跟恶物战争等地缘政治因素 都影响厂商的展望 那么现在业界传出呢 像是笔电跟手机 三月到四月份的景气是快速反转 上海进入全区静态式管理 实则人员进出通通喊咖 中国疫情爆发 恶物战争都成为变数 市场就传出终端消费产品 像是笔记型电脑 智慧型手机 三到四月份景气是迅速反转 厂商零组件库存水位过高 面临叠价损失 需求开始出现下滑压力 大家也知道这一两年 大家的库存都拉得蛮高的 那现在的不确定性因素 包括地缘政治 包括现在COVID-19 尤其是中国这一部分有起来 订单不是问题啦 但是感觉上这个未来还是看价格 利润能不能上来 这个是厂商比较恐慎的 台湾中期院四月一号公布三月PMI 数值虽然还是扩张 但指数回跌1.0%至57.8% 五项组成指标当中 新增订单生产指数的扩张速度趋缓 厂商对未来六个月展望 回跌4.2% 就是担心地缘政治因素推升原物料价格 导致成本继续攀升 中介员院长张传章指出 疫情会导致物流混乱 对备货时间短的电子光学产业影响最大 他力挺央行升息 好意志逐渐上扬的通膨预期 上次央行的升息有人说突然 我倒是觉得很睿智的一个决定 你这个时候不创造一些货币政策的空间 指示不咒 要等到何时 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汇率是贬值 那贬值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美元 如果美国升息 我们升息 那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台币升值的压力 对不对对我们的出口这个影响就不大 张传章预估如果国际油价上涨幅度 还在控制范围之内 今年台湾通膨率不至于到3% 不过如果国际大众原物料行情都上扬 高物价恐怕也是在所难免 新台湾电视直天里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好那么上海风控持续 尽管台积电跟中兴等半导体厂表示 仍维持运作 但是有业界消息指出 所有货物曝光跟物流运输 几乎都停摆了 而在汽车供应链 零组件跟整车运输都面临挑战 外媒关注报道 上海风控措施 让全球供应链是再度面临考验 尽管港口开放 但是仓库跟运输 还有人员配置 受到风控措施的干扰 有专家表示 中共封城对供应链的冲击程度 或许比欧乌战争来得更大 上海风区风控 浦东浦南还没解封 从4月1号开始 浦西进入为期四天的风控 地铁 公车 计程车等公共交通 将全面暂停 而台积电松江厂就位于浦西区 业界消息指出 全厂区2000人都要睡厂区内 台积电先前表示 一切遵照当地防疫措施 目前不影响生产 特斯拉上海厂从3月28开始起停工 原定4月1号复工 但外媒消息指出 无法按计划如期复工 大陆汽车厂商也受到影响 上汽集团与阿里巴巴等合资的 自己汽车透露 因疫情影响到车辆的生产和物流 第一款量产车L7的试驾车 预计推迟两周 才能抵达全国各地门店 大陆汽车业者表示 汽车零部件来自全国各地 疫情防控使得零部件运输时间成本 大幅度增加 整车运输难度加大 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表示 疫情影响多个汽车产业链重症 对汽车产业链是巨大的打击 国内的汽车公司在这样的环境 没有办法坚持很久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玉堂张元亭综合报导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今天进入第37天 美国国内燃料价格攀升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下令 每天释出战略除油100万桶 为16个月 拜登形容了这项空前举措 可以减轻痛苦 拜登同时警告了 石油产业不该利用疫情或是战争行动 来自肥却牺牲美国家庭 应该把利润投入生产跟创新 那么全球油加基准 布兰特原油在亚洲交易时段下跌近5% 来到每桶106.12美元 我们再看到有多家外媒报导指出 俄罗斯总统普丁亲自透过电话 向德国总理肖子表示 从4月1号开始需要以卢布购买俄国天然气 而德国依旧可以用欧元支付 像是过去转账至俄国天然气工业银行 银行会再把账款兑换成卢布 不过普丁在31号的谈话中强调了 买天然气要开通卢布账号 对此德国官方批评这是勒索 而法国经济部长回应 法国跟德国正在为俄国天然气 可能中断供应做准备 今天我们有策评的计划 它将设计法律交易 与所谓的所谓的不坚强的国家 我们提供对这些国家的公司 明明和明明的策略 欧洲天然气价格周四突破 每千立方米1450美元 卢布对美元汇价则是连续第九个交易日上扬 美国周四宣布对俄罗斯经济新议员制裁 锁定高科技 俄国最大晶片制造商Mikron入列 美国点名未来可能制裁另外三个产业 分别为航太、航海和电子业 英特尔重返独立绘图晶片GPU市场 31号宣布推出用于笔电的Intel Arc独立图形晶片系列产品 采用台积电6nm制程生产 已经获得多家笔电品牌导入 另外NVIDIA、超微相关绘图晶片产品 也多由台积电生产 中共公布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工厂和服务业的活动在3月陷入紧缩 这也是疫情高峰以来官方数据首度同时收缩 电动机车Google Road跟Puma Global宣布业务合并案 已经获得批准 预计4月5号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开始交易 预期募资至少3亿3千5百万美元 大约是新台币95.8亿元的资金 新唐人亚太电视 真理报道 好 俄罗斯军队在没有防护之下 闯入了车诺比的高辐射红色森林 那么传出中毒被送到白俄罗斯 另外中共与台湾的前友邦索罗门签署了安全条约 对此澳洲股房部长担忧 共军能扩大介入太平洋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带您了解 下龙企业首创智慧监控气体供应服务APP 监控气体钢瓶的入库查核验收 自动显示储存区使用记录 库存警报简讯远端遥控智慧下单 自动化服务管理系统 经典盘点时间节省人力 智慧监控APP 气体供应的解决方案 恰隆企业 台湾是蓝岛文化的花园地 在这个特殊的天候和水土 运育出世界独特的牛樟枝 耗风生剂以全球最先进蛋白质体 其天然物精粹技术 进行多项牛樟枝新药开花 我们不会让喊病边岩化 我们专注提供岩花协助 耗风生级 Championshine PVPanel Structure Instead of Roofing Innovative Design wins international patents Waterproof, Rustproof, Galvanic Corrosion Resistant Past Wind Tunnel Test Sustains Level 17 gusts No corrugated sheet needed Good heat dissipation Saves money and manpower Eliminates heat exhaustion Increases power generation benefits Quick cost recovery for investors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The best choice for 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voltax Champion Shine PB Roofing Structure 阿公教我 用心真诚对待玩物 阿嬷叮咛我 别忘记吃好的食物 团圆之时 暖心暖胃 保持幸福的礼物 农米欲录 欢迎回来俄罗斯 挥军入侵乌克兰 一开始就占领了 车诺比核电厂 不过有些俄军居然不知道 车诺比核电厂 曾经发生灾变 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外媒指出了 俄军开车经过高辐射的红森林 扬起了放射性尘埃 那么电厂的乌克兰员工也爆料 俄军连防护衣都没有穿 就在电厂的高辐射去穿梭 甚至还挖壕沟 因此遭到辐射感染 美国国防部也接获了相关情资 发言人科比表示已经看到迹象指出了 一些俄军正撤离车诺比核电厂 而美国搜集的情资也指出 他们正前往北边回到白俄罗斯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占领曾经发生核泄漏事故的车诺比核电厂 不过现在紧急撤离乌克兰官员透露 俄军在高放射性红森林挖壕沟时受到辐射感染 那么赶紧送往白俄罗斯救治 同时传出俄方已经正式同意 把管理车诺比电厂的责任交还给乌克兰 俄军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后 立即控制了乌克兰北部这座被废弃的大型核电站 乌克兰官方表示 俄军在核电站附近的森林挖战壕时受到核辐射污染 不得不紧急撤出并送到白俄罗斯救治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早已停止运作 但仍存放一些放射性废弃物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 还不能证实俄军受到核辐射的严重程度 乌克兰官员周四表示 已经与俄方达成协议 为被围困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开设人道走廊 乌方说在俄军数周的密集轰炸后 该市约90%的建筑已经被摧毁 乌克兰政府表示 将派出45辆大巴车到马里乌波尔 帮助疏散平民 但是泽连斯基周四表示 俄军仍试图堵塞人道走廊 泽连斯基近期密集通过视频向欧洲各国议会演讲 持续呼吁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 停止购买俄罗斯能源 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 周三在与泽连斯基通话后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再向乌克兰提供5亿美元的援助 此外美国早先承诺的100架杀手级弹簧刀无人机 将很快抵达乌克兰 这款小型无人机轻巧精准 可由步兵操作轰炸几十英里外的地面目标 有望成为乌军抵抗俄军的又以利器 新唐人记者金时综合报道 好 再来看到中共31号发布声明 表示已经跟索罗门群岛政府签订安全合作框架协议 那么上周一份外泄的协议草案指出了 中共的武警军队跟武器设备 甚至是海军军舰等中共的军事力量 将被允许驻扎在索罗门群岛 那么这引发了纽西兰澳洲跟美国的疑虑 澳洲国防部长杜登今天就指出 需要看穿中共的意图 因为他们不只是向索国提供警员训练 而是扩张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 好 索罗门群岛呢 是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要地距离澳洲东海岸 只有1700多公里 那么澳洲国防军联合作战司令比尔顿表示 中共跟索罗门的协议呢 将改变澳洲在太平洋的军事行动计划 再来关注上海染疫人数持续激增 感染人数呢 每两三天就翻一倍 那么上海一夜之间呢 从精准防控变成了全域静默的模式 背后有怎么样的政治角力 带你了解 3月30日深夜 上海当局突然宣布采取全域静态管理 也就是全面封城 同时进行全员核酸筛减 全面疫情排查等措施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当晚强调 要坚决贯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指示 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这里27号深夜官方突然宣布浦东浦西 分区分批封锁的决定不到三天 上海突然采取一刀切封城 与之前一直坚持所谓的精准防控政策反差不小 而且也推翻了习近平在17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松口说 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的表态 当时习近平表示 要减少疫情防控举措 对国内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 在上海宣布全面封城的同时 31号 中共党媒对习近平之前讲话的报道角度 从最小代价 打为了坚持动态清零不放松 上海他以非常匆忙的方式迅速的封城 他只能说明在高层 他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动 最终是习近平的这个动态清零 是重新占据了上风 为此哪怕付出上海的经济代价 和朝令夕改的政治代价 他也在所不惜的 所以这背后 他其实凸显出来 中共高层内斗的一个过程 他让我们看到 现在中国大陆的防疫模式 他已经被党内的激斗所捆绑 彻底的沦为了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在习近平主政浙江时 担任省委秘书长 是习近平的大短家 目前是中共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强 被认为是今年下半年 中共二十大晋升政治局常委的大热人选 唐靖元认为 上海全面封城 是李强为保住自己二十大仕途 而完全服从于高层的一种表现 新唐人记者李澜 纽约采访报导 中国东航空难机上132人全数罹难 尽管两个黑盒子已经找到 但是真相未白 有业内人士分析了 失事飞机的飞行员配置有备常理 那么此一东航公司管理问题 这次东航事故航班上 共有三名飞行员 职务分别是机长 副驾驶和驾驶员 公开信息显示 机长杨宏达是一名东航飞行员的儿子 他在航空公司的职位稳步上升 然而三人中自律最老的 却不是机长杨宏达 而是副驾驶张正平 曾在中国职飞 由驾驶波音737-800丰富经验的 资深飞行员高飞表示 适时飞行员员的配置有重大疑点 公开信息显示 副驾驶张正平59岁 飞行40年 累计安全飞行超过3万小时 曾是东航云南公司的五星机长 而机长杨宏达32岁 飞行时间仅6000多个小时 充其量是张正平的徒弟或徒孙级别 而据了解快到退休年龄的张正平 在逝世前几乎每天值班飞行 这个呢比较不寻常 一般到了这个年纪呢 就不会飞太多了 因为年纪大了 作为一个企业文化来讲 应该是尊老爱幼 有这种资历的应该就是比较尊敬的 把人家的经验 知识交给新一代 代一代新一代的飞行员 而不是应该像这个年轻人一样 在前面苦干 环球旅逊2008年曾经报道 2002年云南航空被动航合并后 飞行员待遇从业内最高 下降到中下等水平 许多老机长不受重视 甚至遭到降职 零八原云南航空飞行员的强烈不满 张正平也是其中之一 高飞表示 张正平这个工薰飞行员 却被降职为副驾驶 所以不能排除他的情绪 造成了安全隐患 高飞认为 面对长期的不公正待遇 很多飞行员想跳槽 以张正平的资历 任何一家航空公司都愿意高薪聘请 但恐怕他难以脱身 根据中共民航2005年下发的规定 飞行员跳槽要向原单位支付巨额赔偿金 东南云南飞公司的飞行员郑洪志 曾经因为跳槽被索赔1257万元人民币 不仅如此 2008年开始 东航要求云南飞公司飞行员 将飞行小时飞的20%到30%上交作为税费 可能成为压垮精神的最后一份稻草 高飞表示 他和几位飞行师都分析认为 在试试飞机的维修保养无故障 事发当日天气无异常的情况下 飞行人员的情绪和精神状态 或许是事故原因之一 他希望中共官方能够公开真实调查结果 回应外界质疑 新台人记者韩非综合报道 好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积极运作 可能要参加2024美国总统大选 另外台湾今年也要选取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说了 6度东应高将空气品质 列入施证KPI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回来的 诶 等一等 微生物 PM2.5 TVOC 可以进来了 可是臭氧还在 蛤 臭氧 全球臭氧空污危害已超越PM2.5 IPI空气清淨机 UV臭氧双重抑菌科技 活性碳过滤 搭配臭氧分解技术 四大功效 一机搞定 远离臭氧危害 守护家人健康 IPI空气清淨机 Pro One Taiwan's Display Stand TDF More than 20 years of professional manufacturing experience Complete equipment and process Provide you with fast and high quality products Taiwan Technology Creative Design Team Creative Idea Perfect Quality Efficient Production Customized Service And Spatial Visual Reorganization Made in Taiwan OEM and ODM Services Your Most Trusted Man TDF Veho雷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正在积极准备参与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在周三的报道中称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在积极参与2024年的总统大选 如果前总统川普继续参选 他会争取成为川普的竞选搭档 而如果川普不参加2024大选 蓬佩奥则有可能直接竞选总统职位 一位熟悉川普言论的人士称 川普曾经表示 蓬佩奥是为数不多的 没有令他失去好感的内阁成员 这也暗示蓬佩奥或许有机会与川普成为竞选搭档 而蓬佩奥自己也曾多次表示 非常怀念为川普政府效力的每分每秒 在川普现任总统后 蓬佩奥并没有就此止步 而是继续为自己创造参与政治的机会 2021年6月 蓬佩奥宣布创立拥护美国价值观政治行动委员会 并已筹得超过400万美元资金 旨在帮助共和党夺回美国参众两院多数席位 各州州长职位以及各州议会的控制权 好 再来看到鸿海创办员郭台铭今天出席了医疗健康记者会 探讨空气品质对年轻人的影响 那也透露自己其实有轻微的心率不整 而对于政治跟产业问题 郭台铭都没有回应 不过他说了空气品质应该要列入五都市政满意度 还说为什么台北要垫底 我想问高雄的空气品质是比台北要差是不是 你告诉他 我是无党无派的OK 我是无党无派 我现在是无党无派的OK 这个我没有什么颜色 我只有绿色 我不是绿色 我只有那个 我只有是天然色 我是对健康颜色OK 施政满意度 应该把空气品质列入重要的加权衡量 陈教授讲得很清楚 然后台北说呼吸到很好的空气 对 那为什么 为什么台北要垫底 对不对 是吧 郭台铭参加空气污染对年轻人健康影响 相关记者会 即便他再三强调 只专注在活动上 不过还是能闻到政治意味 而媒体也追问通膨影响经济 中国疫情风控 电价跟电动车等产业的相关问题 郭台铭只是笑着回应说 不要失交 会再找时间让媒体发问 问真相护航 为沉默发声 也为乌克兰民众祈福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